小鹿,我们来玩沙子吧 你是不是傻啊,沙子有啥好玩的 这些可是很特殊的沙子哦 就这几代,还买到我99的 你太乖了吧 你是不是脑壳坏掉了 听我说完吧 这个可是能防水的沙子 不施沙 而且它们遇到水以后 就会变成水蛇 水蛇 不信,我试验给你看一看呀 为了做出对比 我事先准备了两款普通的棉花沙 咱们先来看一下 棉花沙遇到水会变成样的 摇一勺棉花沙 把它放进水中 然后你会发现 它瞬间变湿了 摇上来也粘糊糊的 再浸泡一会儿 都变碎了 接下来咱们来试一下 不施沙的效果吧 先来一勺 一整块掉下去了 表面还有一种油河河的感觉 不管怎么戳它 它都不会变湿或者散开哦 就像被一层油包狗一样呢 是不是很神奇啊 咱们来给它多扎一点 好像成为树架的表面 哎,掉下去了 看我在水中 用不施沙搭一个建筑 看我的原石山打得怎么样啊 再来个橙色的 真的像蛇一样哎 绿色配橙色 还挺好看的 我们再来个蓝色 黄色 橙色 橙色 我的好比世界完成哦 看起来真的很像大海里的珊瑚哎 太好看了吧 把它捞出来看一看 感觉好像是油腻腻的一块 但是只要一出水 它就变成了干沙子了哦 哇塞 它是五颜六色的 一把抓 瞬间就变成干沙子了 然后看看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贵贵这种沙子也太神奇了吧 还有更神奇的呢 它还有另外一种玩法哦 把不施沙倒在盘子中平铺均匀 把水刀上去 快看 水灯马上就可以在上面跳舞了哦 中间挖出一个坑 这样看起来会更明显一些 想让它们怎么跳舞 就让它们怎么跳舞哦 因为它们完全不会融进沙中 放在一块液体果冻一样 弹来弹去的 一勺子挖起来 这个小水珠一点都没有吸收进去呢 贵贵 既然不施沙这么神奇 我拿它们来火泥 是不是能做出一块防水油漆泥啊 有这个方法挺有意思的 不然 我们来试一试 先把不施沙里的水全部倒出来 剩下的就是一些干沙子咯 来随机放入一块橙色的泥液 这一块起泡浇的拉伸性 可以说是全一场的好辣 丢进去 让它和沙子们缠缠缠缠 红红的把沙子混入进去 一块不施沙泥就诞生了哦 感觉稍微有一点黏手呀 不知道这块泥有没有防水效果呢 咱们咱们来试验一下 是谁 把我们的不施沙泥浸浸进去 来观察一下它的表面 嗯 怎么没有油漆的质感了 而且变得湿乎乎的了 好像好像一点都没有防水的作用啊 难道不施沙的效果失灵了吗 抱着抱着 感觉它要化成水了 看来不施沙混泥并不防水啊 想要制作防水油漆泥 恐怕给其他办法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实验失败了 你们有玩过这种神奇的不施沙吗